大家好我是波顺圆脸 欢迎收听我与蜻蜓FM联合推出的播客节目 圆脸之话 今天很开心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和老熟人 先让大家猜猜会是谁吧 OK还是让他自己说吧 Hello 蜻蜓FM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毕章达普印度胖亚瑟 请我的亚瑟老兄弟来聊一聊 我们肯定得聊聊印度这个神奇的国家 在欧乌冲突中 大家对印度发生的事是特别的关注 其实在疫情当中 莫子老先就提出一个口号 说要让印度重新成为世界的掌上明珠 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 但是很明显在欧乌冲突中 全世界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了印度身上 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 不知道我们平常关注的 可能是印度作为一个国家 他的表态 那亚瑟你这个作为在印度待了这么久的人 你觉得印度和印度的民众 在欧乌冲突中间表现出来是什么事 让你最觉得有趣的呢 这说起来就比较长了 20年21年加上今年的前半年 这三年看下来 印度首先是在疫情的防护措施上 他们的行为就比较有趣 因为印度尤其是从20年和21年两年 都展开过大规模的封锁隔离计划 但是两次都怎么说呢 很成功的失败了 对吧 因为我们可以从数据看到 每一次在墨地政府开始提出要进行这种 全方位的封控管理 然后经过一个月的封控 他的数据完全没有往下走的趋势 甚至隐隐反倒要往上突破 然后印度政府被迫要把封锁和隔离解除 然后迎来所谓的大爆发 怎么形容呢 这还是一句话吧 成功的失败 但是我看印度国内的学者 对印度的防疫评价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特别是墨地政府这次 给了全世界某些国家 一些生物学上和制药上 没有经过标准核实的疫苗 那么这些不是很懂这类专业知识的学者 在尬吹 说印度拯救全世界的人类之光 我看着NTTB发的爆发发的这个 你怎么看下来这些问题啊 哎呀很正常吧 通过渔情和媒体获得自信 因为本身NTTB本来是那个德行 首先它这个机构它就是那个德行 然后另外一个是本身这个 有一说一说 对这个印度渔情的这些制造者说一句 就是很多其实里面相对的这个学术研论 除非你真正的去研究去调查数据的话 正常人类对这个数值代表的背后的含义 其实是没有概念 所以它们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从老百姓的角度上讲 老百姓其实什么都不懂 可以理解 从上层角度上讲 上层为什么去制造这样的言论呢 你不用思考 就这个样 我倒觉得有一个壁垒在这 语言的壁垒在外国看中国的数据的时候 外国确实会觉得学中文非常的吃力 但是现在他们想要研究印度问题 特别是印度的每个邦之间的防控还不一样 这点跟美国挺像的 所以我一直说那个叫 美国印度化印度神仙化 都会觉得你每个邦互相之间的语言还不一样 他想获得点第一手的数据 根本是没有懂的当地语言的人才 所以说对印度发布的数据也只能就 就这么个数据你还信不信吗 嗯 差不多 之前我看过他们那边 就是印度内部自己写的文章 印度本身自己在语言上就有两个大势力 它是这样的 现在印度主流 就严格意义上讲 它的主流印度人用的官方用语 用语应该是印第语 就是印度 还有另外一种就比较常用的 就是世界方面在 在印度方面也通用的 世界语言就是英语 然后加上他们自己本土还有各邦都有自己 每个邦不一样的语言 然后之前印度人那边曾经考虑过 我们是不是要统一这个语言 我们把这个各邦的语言统一成印度语 然后他们有一股的力量是支持这个事情的 我们要把这个语言完全统一成印第语 然后方便沟通 然后让我们这个文明和知识可以更容易传播 然后还有海量的人去反对这个事情 你为什么要选择印第语做我们的官方语言 甚至有很多邦他们就不支持 只有一种官方语言这个概念 就是有一些邦的领导人 有一些邦的民众 包括有一些邦的组织 他们真的就是希望印度 依旧以这种就是几十种语言 同时几十种官方用语 同时存在的这个情况 继续去怎么说发展下去 这个事其实在当初印度宪法里 要规定所谓的一个官方语言的时候 一直吵到现在了 吵到现在印度独立到现在 怎么知道七十几年了吧 也没吵出一点松口都没有 就一直吵到现在 非常有意思 稍微补点技术支持 印度明面上官方语言有二十几种 那么在当初立宪法的时候 本来是想立印地语和英语 两个为官方语言 那么地方的这些邦 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就极力反对 不能因为你说印地语人最多 或者说你殖民势力在 我们印度都脱离你们殖民了 怎么着还要用你的殖民语言 如果是印地语的话 那不能说明我们民族的性质 不行 所以说都得是官方语言 吵了七十几年 没有一点松口 这点也是非常独特的 挺有意思 这算是比较典型的印度特色了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阅读软件 我特别早的时候 那会儿我在印度不是做那个 也是一个在印度创业的选手 然后那会儿关注了很多这种 创业的群和公众号 然后我有一天看 好像是那几家去做风头的公司 然后他们提到了印度一家 就是专门做阅读的程序公司 你像类似于咱们国内 然后说像那个微信阅读啊 或者说是这种就是以品牌过名的这么一个阅读 它往往是在那种书的版权库上去做一定的扩充 然后我之前我记得我看那个 当时那个文章里面写 印度出了一家就是 比如说阅读类的软件公司 是在语言库上做了一定的扩充 保证这个软件上面可以同时卡20多种播放 其实保证是比20多种 还要再多一些 这是20多种语言的书 然后支持各种文字 当时获得了巨大成功 拿风头拿到手软 我当时我就心说 哎呀这帮人啊 要能发展起来那么见了鬼 我那会儿特别早的时候在印度 你会看到一个奇景 这个事我觉得也挺逆谱 现在想想来觉得也还挺逆谱 两个印度人在我面前用英语沟通 因为他们两个人各自的加强话 彼此听不到 这个很正常 这个很正常 美国也是这样 这个你要是很难辨 口音非常重的那些老迪克西 到像波斯顿这种地方 他们互相之间听话 也听得非常难受 但他没有那种公众语言了 所以说我自己去印度的时候 我的向导 他说泛文的吧 他说 我本来想学泛文的 但是那玩意太难了 那查迪斯加尔邦 现在还真的在 会用泛文进行沟通了 但是你如果到南边 到什么卡拉拉邦 到这个泰米尔纳德邦 你对着他说泛文 人家搞不好要打你的 因为他一直被殖民 一直被北印度殖民 有这种殖民仇恨在里面 大家本来70年前是仇的 结果70年后 什么成一家了 谁跟你一家 有点意思 不过在一致对外上 我觉得俄乌程度中间 印度的学者也好 印度的大众也好 他的网军表现出来 是非常团结的 最近我们国内观众 非常关注 叫Republic World 主持人叫什么高斯瓦米 这人主持了一档 叫做Global Debate 全球辩论的辩论节目 结果就邀请了几个专家 有美国人 美国人就给乌克兰 站乌克兰这边 然后也邀请了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就说自己是对的 吵着吵着 印度的主持人出来 把两边都骂了一顿 而且骂的是有利有据的 反正都把两边都骂了一顿 都有利有据的骂了一顿 咱们媒体还转载了 官媒也都转载了 其实这个事 大家都觉得印度学者 骂的是真对 真敢冲 有话真敢说 但我就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是 开始关注印度的节目的话 你别只看那一集 你多看看 那节目我就看过 那Ghost for Me 它是每一集都会邀请 世界上各个 涉及世界纠纷的这些学者 但是它是印度本位 我们看到它去骂美国人 去骂俄罗斯人 不是代表 它是作为一个法官的一个概念 它要什么公平工作 不是 它是说我印度才是最好的 你们都不好 这样是 这个我见的太多了 这个我见的太多了 我自己直播的时候 跟我的观众讲段子 说 也说这个种族歧视问题 说美国人歧视亚裔 那么很长一段时间 印度人是没有在美国 把自己当作Asian来看 在强烈排华的时候 人家没有 那么最近也把自己算成Asian了 所以有一个歧视中国人的英文词汇 叫做Rice Eater 吃米的 吃米老 大概这个意思吧 那我就跟他们谈到说 这种词 就按照饮食来歧视 怎么样 说了半天之后 我的印度同学跟我说 凭什么你觉得只是对你的歧视 我们印度人才是吃米吃的最多的 我印度人吃米吃的比你中国人多 我说大哥歧视我们 你还要比一比 谁吃对谁更歧视吗 不过后来一想 的确是 我其实吃面跟吃米 难分伯仲 但是他的确是餐餐吃面 这个人早上都吃面 不是 这个人早上都吃米 是我很少见的印度人 三餐全都吃米的那些印度人 你在班加罗尔他们呢 你在班加罗尔他们呢 卡拉塔克邦他们是吃米的还是吃面的 我们那边 米面都有 主食 饼和米饭都有 如果咱们聊的不是面条那个面 就正常面粉那个面 饼和那个 米饭 其实差不多你可以理解为对外看 都吃 但挺奇怪 我倒真没见印度人 他们把面粉做成像面条 或者说米粉这种东西来吃 我得想想 我得从我这个浩瀚的记忆库里搜索一下 还有成粉 我觉得他素材也都有啊 为什么他就没做出来像我们这种饮食的形式呢 他做出来过 他是这样的 他比较小众 我之前 举个例子 就类似于拿这个粮食 然后泡水 然后拿那个淀粉 搁水去蒸 去做这种类似于粉皮啊 或者凉皮啊 这样的食品 他是有的 但是吃的人比较少 我之前是在 班加洛尔那边 然后他有一些独特产品店 就是那个东西啊 这印度人认不认得出来 我不知道 虽然是印度特产 但他也不是一个特别普遍的东西 我一眼就看出来 那个玩意 就是拿粉皮那种东西 类似做的 类似于一个凉皮卷一样的东西 你确定那个玩意是印度特产吗 你能够看他的产地啊 搞不好 不是 他是一个就是 就很小众的东西 因为他那个做法和咱们那个 其实也不太一样 他那个应该是拿粗粮的那个粉 去泡的那个水 然后拿那个水去隔水蒸出来那个品 然后上面加了一些那个菜籽 就正常就那个一个一个 那个黑颜色的小颗粒 然后就那撒在上面 那个做法 除了印度以外 我别的地方我没见过 然后他那些东西 比较常见于就是古吉拉特地区 因为我出差出的频率很多 但是我只是在古吉拉特地区 多次见过这个玩意 我在分析罗尔只见过一两次 但是在古吉拉特 反正每次去 只要就是日子对的话 反正大概都能看 我见那个萨托尔比较多 反正我就在这个问题上 觉得我的印度同学在这个点上 就觉得你吃米 他就觉得我印度才是全亚洲 吃米最多的国家 在这个我在讨论 白人对亚洲人歧视的问题上 他要压我一头 就我觉得颇有点像这个 这个Republic World 在上面讲什么 你们俄罗斯人不行了 不正义 你们美国不行了 种族灭绝 我们印度是最好的 我们印度做什么都是对的 不有点这个意思 他说美国人是虚伪的傲慢 说俄罗斯是压制内心的邪恶 我们印度是 我们印度是最善良的 印度一直被什么输入战争 什么殖民 什么东西 但是他又认为说战争 假如是印度人发起了 那就是合理的 比方说他去吞并 吸金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就觉得这个 不知道你自己见的印度人 他们是这种德性的吗 印度人在这件事 其实我讲道理就是 私下印度人 其实还是比较 怎么说 比较体面 就是我在印度和我的印度朋友们之间 是保持一种 就是心照不宣 他不会在某些事情上和我争执 然后有些事情 我就装作看不见 我也不会对他们发问 你在节目上 你为了节目效果 他真的是什么话都乱说 包括在推特上 他们什么话都乱说 而且听着好像确实很讲道理 印度人跟你吵架 大概率就是那个样子 我还认识的 但凡受过教育的印度人 跟你吵架的时候 都要讲出来 这个特别 怎么说 特别有条理的 然后怎么给你形容呢 就是 力图 要有理有据有节 要在道理上战胜 我觉得边境方面 人家的确是有优势 这点我同意你 就他们讲话 即便很咄咄逼人 并且经常 他对维护自己讲话的连贯性 流畅性 是非常上心的 他会非常不礼貌的 在英语的语境下 一直打断你 什么 Don't tell me Stop Let me finish Let me finish 这种东西在 在美国是很 很Rude 的一种行为 但是他会 一直这么讲 直到你让他把他想说的话 说完为止 这样是 但讲话很有逻辑 这点是 我觉得我们中国这点 我不是很了解 就我觉得我们的 不能说小学吧 大概初中或者高中 这个课里面应该加点 学逻辑的课程 逻辑是能让一个人 不光是用自己的母语 在用任何语言 跟其他人交流的时候 能让自己叙述的内容 更有结构框架 并且流畅通顺 这点我觉得是 我们中国人在海外 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 就曝露出来一个 挺大的缺陷 我觉得 这点我不知道 我倒真没问过 但是我觉得 我碰到的印度人 要跟我吵架 不是吵架 讨论的话 他们讲话很有 这个是我非常佩服 这个是我非常佩服的 所以在这个什么 Gospot 你还有我自己的同学 一天到晚跟我说什么 印度才是世界的精神导师 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 太阳是围着印度转的 在印度又是围着婆罗门转的 我虽然就是 他没开口 我就知道他要讲什么话 但他的确讲这通话出来 他是那种 对 逻辑自洽 已经是闭环了 而且非常的流长 像贝克文一样 流出来的 流出来的 不是讲出来的 是流出来 我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挺有意思 这个怎么形容呢 像这个就是 孰老大大被熏多了 他自然而然 就怎么成套的出来 比方说 咱们这儿的孩子一听说 小样子穿花衣 他肯定会年年春天来着 印度的孩子 你听他说 婆罗门沙提利 他也会把剩下的那些东西 都给你补出来的 有点条件反射了 是吧 但的确是 我在这点上 亚洲其实很多人 对国际关系比较有兴趣的 戏称东亚为怪物房 那我们经常说的东亚 是包括我们自己 中日韩三国 东盟十国 我们平常是不太会认为 说是怪物房的实力主体 但是印度是我们经常忽视的 我们中国人经常觉得说 中国假如不能跻身世界 民族之灵前列的话 那是不正常的 那是绝对有问题的 别的国家 我们附近的国家 他们可能不会这么认为 国民对自己的国家 没有这么高的期望 但是我们会忽视 印度的国民 对自己的国家 也是有这种期望的 而且这个期望 不光是这一代人有 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刚建国的时候 那一代的印度人 也已经有 印度必须跻身 世界民族之灵前列的 这样的一个觉悟了 尼赫鲁说的吧 印度要做一个 有声有色的大国 不接受 要么就是有声有色的大国 要么就是完全沉寂 不接受第三个选择 原话 所以我觉得这种 大印度情怀 它是凌驾于 比方说 相互之间的 种族 亲亚的历史 互相征伐 什么 梦买什么 买办阶级 这些阶级矛盾之上的 我觉得是非常 有意思的一个观察 确实是这个样 因为我记得去年 说到这个互相侵占的历史 我就想想去年看那个新闻 阿萨姆帮 还有和他旁边那几个帮 打得不可开交 两个帮的警察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在对日的过程中 选择了开伙 这都不是 我们很难解释 只能用印度特色国情 来说服自己 有大印度自由国情在此 确实 确实 没有办法的事情 还是稍微有点像美国 你看我一直说那句话 这句话我觉得真非常好用 美国印度化 美国州和州之间的警察 也会互相 因为维护自己的利益 和对面打起来 开伙不止 也会互相逮捕 有讲过一个事 真事 就是我在Boston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 那么这个州 购物是要交税的 那紧邻着马萨诸塞州 一个州叫New Hampshire 叫新罕布12州 大概是这个名字 这州是免税州 买东西不交税 那么人家在马萨诸塞州的人 周末就会开车到NH去 去隔壁的免税州买东西 然后再带回来 但问题这么做的话 马萨诸塞州的税 等于说是他合法的避税了 所以就当地的这个税务 这叫警察去边界抓人 你们这个要补税 那么新罕布12州的警察 你到我这边来购物 你是拉到我的经济 对吧 结果你警察要在边境待他们 那不行 我也要去待你们这些警察 所以两个州的警察 为了经济的发展和税务 互相 然后演变成这个卧底 警察开这个车 卧底到这边来待 马萨诸塞州居民 然后这个NH的警察 也就去带那些卧底的 马萨诸塞州的警察 非常的有意思 这事我确实发生的蛮多的 之前有 在17年试改以前 这种事情还挺多的 像我们之前在印度那边 就是会包车出去旅游 从班加罗尔开去古阿邦 古阿邦那边 它是一个完全沿海的 旅游也比较发展 然后我们之前每次 包车去那边 海上躺了两三天 然后再回来 会经常见到一个现象 就是司机会在古阿邦那边买酒 当时我其实专注于业务 对这个 为什么他要带酒这个事情 其实没有什么概念 因为我当时有一点印象 就是各邦的税点 其实不太一样 但是你业务 如果不扩展到那边的话 你是很难意识到 这个税的差别 对你的影响那么大 他们当时是觉得卡邦的酒类产品的税高 所以司机会把车开到古阿以后 买两瓶酒自己喝 买两瓶稍微好点 其实也比较烂 但是买了以后 他会选择把那个车副驾驶 前面会有一个气囊位 你知道吗 把那个盖子用螺丝刀打开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全掏出来 塞两瓶子进去 然后从外面给它封上 带到半家路 放弃行车安全 也一定要背两瓶酒 曾经问我的 我说您治不治愈 你包得那么严实 跟我说警察4%一定会差 这个我觉得挺震撼的事 这个但是行车安全很重要 那么另外的就是印度的医生 我在跟他们聊的时候 有本书是阿图葛文德写的 这写他到到哪里 他的老家不知道哪里 可能是古吉拉特吧 去拜访一个他的家人 在印度的家人经常去的医生 那医生能在非常简陋 非无菌的状况下 给病人开刀 而且是很小很小的窗口 在没有微窗技术 这种高科技的辅佐下 而且还不能保证无菌 给病人动刀 窗口还非常小 恢复还非常好 就完全是无他为首属尔 类似这样这个什么 图图车在街上 公共骑车 就是我经常在印度坐车 我不带安全带 但是我坐那个公共骑车 看到他在高速路上 在两辆泥头车中间飙过去 我的天哪 我真觉得 这不是什么安全带不安全带的问题 我既安全带这个习惯 是在运作培养出来 因为出过一次车祸 很恐怖 这个事很离奇 怎么形容呢 可是这样 那天晚上 我送人去机场 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好习惯 谁回国 我们会去送一送 你回国了 再回来的时候 记得给我带一些家乡的土地产 然后那天晚上 送去机场的路 是很正常的 然后回来的路 当时班加罗尔 他不是用线上轿车 他也叫线上轿车 但不是用那种智能手机上 我点个软件那种轿车 他是就打那种热线电话 然后当时那个出租车公司 叫MIRROR 就是MIRROR 然后叫我那一个车 他那个车里有一个 特别有趣的玩意 就是超速报警 他那个表 是兼具两种功能的 一个是打表计费 然后另外一个是 如果这个司机在市区内的时速 超过百公里 没有 市区 我说的是市区 他会产生报警 然后那天回来的路上 很不幸 车报警 司机着急回家 因为那会儿 从班加罗尔 往国内飞的 全是大乎眼 就是晚上一点起飞的那种 报警 然后我看司机 很熟练的 手动 把那个警报关掉了 我当时人在车里 我坐着 我都傻了 我说这个警报 如果能手动关掉 他的目的在哪里 他在跟我说些什么呢 如果说你啪 你就给他关上 对吧 我设计这一个玩意出来 你他需要设计出来 一个端口让司机在车里 他开到一百卖了 他居然还能单手 把这个警报关了 我觉得这个设计 就不能叫反人类了 反科学 能明白吗 然后呢 这个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你怎么把你的车速 开到这儿 肯定就是没有问题 快糟罢了 有了问题 那就怎么说呢 就是 那也没有钱 那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赶上了一回问题 车爆胎了 哦 那很危险 当时 对 是从这个机场高速出来 出来 然后再往市区里开 然后我继续开到 应该是北部吧 他们有一个桥 然后在桥上爆了胎 然后直接就听到 棒的一声 车太棒了 然后那个车就开始 剧烈的颠簸 然后那个司机 就抱着那个方向盘 然后我记得最后一件事 就是我在惨叫 为什么要叫最后一件事 因为我撞轰了 我当时坐在副驾的后面 我当时其实还相对 就比较聪明一点 就觉得坐在这个后排 会稍微安全一点 事实证明啊 确实比前排安全 我要坐在前排 我没见衬带 我已经出去了 然后呢 醒的时候 也醒了两次 第一次是疼吧 直接撞胸口 然后整个人昏过去 第一次醒 就是记得自己 特别疼 很挣扎 然后感觉有人开了门 一会儿那头眼镜撞掉 迷迷糊糊看见 就有个印度人把门打开了 然后问我怎么样 然后第二次醒过来 就是就已经被人架出来的 往外走 脚有点缺 然后身上当时没有感觉到什么 明显外伤 神志呢 不是很清楚 确实撞懵 然后那会儿我远远的看着 这司机那会儿就见红了 司机是受伤了 然后旁边那个印度人跟我说 说马上救护车就来了 不要着急 我就着个屁 后来我也反省 人都装懵了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着急 然后那会儿坐了 大概都有个几分钟 因为那会儿 时间关键就不太清醒 撞红了去 然后这个救护车来了 我跟这个司机到医院一看 一做检查 他按司机受的伤比有严重多 因为司机是整个人 趴在那个方向盘上 然后那个方向盘 给他那个就是手臂 那一层皮和肉完全压开了 能理解吗 就是外力给他撞开 我坐在后排 然后这个后排 就我前面那个副驾驶的位置 因为我那会儿其实也不瘦了 那会儿我也180多斤了 整个人趴在上面 然后因为惯性的原因 我和那个坐的往前冲了一步 所以我睁开眼的时候 那个副驾的位置已经折叠了 然后插在前面那个 就是可以放腿的那个位置里 打完以后灰灰都坚实的 我觉得那次没死 属于印度神圣保佑 再也没感觉 不习惯性的 你看了医生没有什么脑震荡 之类的乱七八糟什么的话 没有 那天就是脚拍了个片子 然后拍完片子的人一看 也没有这种 也没有骨折 也没有骨裂 就比较典型的磋商 他当天受到了一定的景象 当天晚上两点再提了 他那个S官当时还没有 就急诊大夫可以做 因为我也不能要求医院的条件 随时随地能治好我 然后等了大概都有两小时 然后他们出租车公司的负责人 保险公司都没来 但出租车的公司的负责人来了 来了以后在那安抚 我们这个车爆胎了很不幸 然后这治疗费用我们都出 这个事我提起来 我特别生气 治疗费用 他们确实都出了 然后在我们结束治疗 准备撤退的时候 他跟我说 能不能把那2000卢比的车费 捡 让我的心情变得很复杂 大哥你开那么快 你爆胎了 我创昏过去了 你现在要给你结车费 这个玩意儿 我不知道他合不合理 但是他合情了 当时两个印度人很坚持 然后后来因为我装完以后 喊了我那边的中国朋友 过来帮忙了 中国大哥一看就急了 你开什么一把卖 你还敢要车费 你是不是疯了 他俩打起来 然后后来是和平解决 然后我也没去追究 要什么补偿 因为那会儿在印度 怎么形容呢 后来想起来是比较幼稚 人没事 打坏同图 确实 确实 那会儿觉得人没事了 反正可以走 后来也想过 要不要去找办公司理赔一下 但我想想 我人没事 我找他理赔个什么 找他理赔我的精神损失 然后他给我调一个印度的 神汉团队 给我来三天的扑架 我想想去 印度那个扑架 就类似于开光一样的仪式 我可拉倒吧 算了吧 别把我挠 那两千卢比给了没 没给 急了 那能给吗 疯心了 给我装这个压 我还给你 对吧 我合不合理 它不重要 你得让我把这口气顺了 那他那个救护车来得很及时吗 那会儿我已经没有时间盖量了 其实 救护车问你要钱了吗 那个好像是他们出车公司垫付的 你知道那救护车要多少钱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 我之前有一次送朋友去医院 然后救护车转转了 我看过一次 他那个费用确实不贵 他那个好像是几公里以内 120卢比 就合12块钱 然后正常的标配是400卢比 就40块钱 转月费 我现在还跌了 现在都没有12 现在刚才10块钱的样子 好好讲 不不不 这个这个为什么我要问一句 因为就是我在美国是 我的同学是叫过救护车的 但美国或者什么英联邦国家 叫救护车简直就是 这相当于就比去酒吧 直接大喊一声 大家看我 你们这一杯我请了 还要猴气云天的一种行为 叫个救护车在美国 即便我有学生医疗保险 也是800到900刀往上 你要是保险差一点 起码2000刀 那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2000刀是多少 15000吧人民币 我的天哪 2000刀 如果是800的话 7 8 56 怎么也得6000块钱 所以说这个 这个这个是 我在印度没叫过救护车 这件事情让我有点 有点后悔 我下次要是去乐客脑 什么东西 我叫过救护车感受一下 香港一回 一定要体验一下 你体验这个干嘛 体验这个干嘛 你要非得 你要非得 想叫过救护车 你最简单的办法 你就把刘庸吃过的东西 你全吃一遍 当然吃到第二天的时候 你就已经叫救护车 我看刘庸在印度 好像是 他不是在一个城市嘛 他经常跑来跑去的 我看那个视频里面提到 我各邦的时候 我都去了 这哥们什么时候去乐客脑 我真想让他拜访一下 我对这玩意有执念 我真的觉得 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物 还搞了什么奶牛保护联盟 专门搞那种像古代驿站一样 有奶牛驿站 我说大哥 你真的是 他能这么想 他能这么干 而且民众真的支持 我觉得这是最魔幻 人的驿站都没有 搞奶牛拳 人权还没玩明白 搞牛拳 我觉得这玩意跟欧洲 倒是有点合体的 你看欧洲动物保护 最近不是天气有点反常吗 怎么中国反常 欧洲也反常 冻死一批什么鸟啊 什么的 什么动物保护 哎呀又上街了 但是乌克兰的难民 哎到波兰 原来联合国难民属啊 难民属的哥们跟我说 本来上个月 还是说什么15万的 现在已经100多万了 那没人去管 一样的 你就发现这种发达国家 似乎好像跟印度 在各种方面都是贴合了 干的事都是一样的 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白左和印左 跟国家发展程度 人类发展程度没有关系 但是别的国家 我看发生这种事情 可能还比较少 但是在这点上 尤其的确是 作为印度最穷的帮 北方帮 率先搞出了这种 保护动物不保护人的东西 也获得了 北方帮民众的大幅支持 我觉得太魔幻了 而且他这次又赢了帮长 打破了什么魔咒 我觉得这个东西 才是最魔幻的 他连人那天我都傻了 我说这怎么 我去年就跟你说他了 你还说你看不上他 对吧 你怎么看 怎么说这不 现在怎么还能连人呢 印度人投票一下 是没有第二个候选人 那么就非得偷的 所以说这个 我觉得我这点 我觉得看的蛮准的 我业内很多大哥 大哥教授聊的时候 跟你反应也是一样的 我那时候要给这个人 就说不行 叫我东西 什么什么什么 结果就是 打破魔咒 当面还要搞人 看着好了 有多少搞人 去年那会儿 最厉害的时候 那和印度那个 普通老百姓的冲突 打成那样子 现在还失忆了吗 这帮人 不过别的人打 草根国大党也打人的 哪个党不打人 确实我一直 你要这么说的话 其实可以理解 我对于人党的成功 我一直理解为 就是挖子里面 八战 不是他多优秀 实在是对手太差 各位要知道 印度现在的政党 合法政党 能参与各种活动 起码是300多个 那么有实力 去角逐一些席位的 那大概是200多个 那这200多个政党 它要在已经形成 很多气候的政党 夹缝中生存 那么有一些 不干净手段 是比较正常的 包括那不限于 什么官商勾结 叫警察去打人 买卖其卫 在家里 在这个投票点旁边 一群人拿着棍子 就是 他们所谓的这个 投票应该要回避 他们也不回避 反正就看你投了谁 你要是 是吧 正是 黑社会选举是什么 罗伯加大帮 黑社会选举 对对对对 他们这个选举会比较和平 像班加罗尔那边 这个要去选举的人 呆团 然后站在那个票摊旁边 3000卢比一张选票 我一直以为都是这么买票 然后后来去年看新闻 阿萨姆那帮是 黑社会选举制 黑社会站门口 给那村子包围 出来投票 只水投这个 不许投别人 投别人弄 3000卢比 现在大概是 280块人民币 给各位说一下 这个不是每个帮 都是这样 如果经济比较发达的帮 买票可能还贵一点 确实 那我看他在西梦 就曹根国大党 他这个不是搞赢了吗 他们是顾黑社会 在那个投票点站着 然后投西梦的 就发那个米 发还有发那个 什么 那个 牛 对对对对对 你要是不投 那么就直接打 或者是看出来 你要是穿了别的 什么政党的衣服 就直接把你打走 不许你投票 预防你的投票 这个是很厉害的 所以说我看到Yoki这种人 我觉得我也不是很吃惊 我说白了 真的了解这个人之后 觉得他本来读数学了 学数学救不了印度 干脆脱了一种神仙去了 你要是像他这种人才 学了数学出来 你要说饿死他 也不太可能 对吧 这个加尔哥达 Amazon进去搞搞诈骗 这肯定有钱赚的 真的大哥 说句实在话 去加尔哥达搞诈骗 去海德拉巴 比做视频都挣钱 白天当客服 晚上诈骗 两份工 而且都足不出户 简直 都没有公金成本 这点就FBI都非常的头疼 你在西边 你应该碰到这种比较少 他们是跟孟加拉接壤的地方 而且要沿海 这淘起来比较快 整个一片三角 你那也有吗 我这没 我严格意义上讲 我在那个城市 班加罗尔是印度的中心 地理位置上的中心 但是我知道班加罗尔 是印度的硅谷吧 当然他们说是世界的硅谷 他们不是说是印度的硅谷 我对他们这个言论 我保留意见 我之前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我说这个班加罗尔 这个怎么说 这个IT技术 并不在于他的思路有多强 他的算法有多精 只是单纯的在于他人工便宜 他真便宜 他真便宜 有这么多人 后台给你去做一个维护 而且就不计时间长度 那无论如何都能摸出来一个 你相对满意的效果 如果你真的看过印度人自己做 那个软件的那个初始模式 你就觉得这个 这个国家的IT 别这么说 反正缺乏审美 我这个倒不是就刻意的去贬低他们 因为那时候我们 就是在17年18年的时候 我们去看过很多 印度当时那种 就是初创的软件软件上市 然后加上他们一开始 自己做的那些就是研发的 功能和咱们无比类似的 市场必须的这些应用程序的时候 造型奇丑无比 运行速度奇慢无比 也没有展现出来 他们之间从咱们那边继承的 这些所谓这种就优良的算法 但之前很多一开始 我在印度那边喜欢买菜 尤其半价落那边 买菜用的是一个 就是阿里资助的软件 做的怎么给你形容呢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行行行 我大概明白 但是有意思的是 这个虽然说他面临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和全世界现在 联合国190几个 这两百个国家和地区相比的话 印度的状态算好的 因为实际上我们 对我们的观众要 要明确一个概念 就是在经济开放以来 新自由主义这套出来 人类发展指数 如果撇去中国的发展的话 全人类的平均发展是没有进步的 也就是说像印度这些国家 即便我们看到印度有非常大的发展 他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他事实上他的发展能力 他也只就是一般 那更不要说别的那些 别的发展中国家了 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国家 能够在世界现在格局 在剧烈变动的时候 那么愿意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些 辩论也好 抉择也好 试图参与 包括什么申请入常之类的 那么说句实在话 就印度申请入常更值得支持 还是日本更值得支持 我想挺多观众 还是更希望印度能入常的 这不是我有个问题 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别的选项 你不能说你左边对吧 放一杯恒河水 右边给我放一杯土捞水 你非得比我两杯挑一杯喝了 我有没有一个选择 就是把这两个杯子扔低上 我就不要 我是说了 假如只有这两个选择 当然他们两个就是现在的 入常这个进不常不太可能 你说这日本入常 除非是你让美国不要当 长安理事国 让日本当 我觉得就是美国真不当 那也是以色列当 怎么能当你日本呢 真的是 晚了你得要吗 大幕上飘过了 代言号的晒让子 那挺有意思的 但是人家既然愿意敢 提出这个话 而且事实上已经迈出了一些步伐 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到 我反正是研究过这个的 因为 愚人一批嘛 他们有项目 还有愚人一批 印度对非洲的投入 近几年是指数标增 那么我们明显就看出来说 联合国武昌 假如是中 英 美 俄 四国 不敢动的话 那么就把自己的手 伸向了法国在北非 这是一系列的势力范围 这点印度还是真敢 在非洲是真的投的钱 你看他跟伊朗那个合作 本来说要投钱 后来不是折个零的问题了 就完全就是 现在量掉了 是不是 插巴哈尔港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玩意 还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咱们的观众 看待印度的问题的时候 当然了 这个是非常大的国家 总共有一些奇迹怪怪的事 那这个也是一个 虽然说现在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的印度人 跟以前的印度人 不是一批人 是吧 文字也可能是不太一样 文化也有断层 但是 他也是一个有僧有色的大国 在这个意义上 尼赫鲁当初说的那句话 我们当初看 觉得是大话的话 要么做有僧有色的大国 要么是就此沉寂 他现在真的是一个 有僧有色的大国 你别管怎么 怎么有不好 他反正就有僧有色 谈到他 大家都乐起来 即便是我这种 做印度评论的 还是亚瑟 已经回来很久的人 谈到印度这个国度 总是在称赞 Matic India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今天很开心和印度胖亚瑟 聊了这么多有意思的话题 也欢迎印度胖亚瑟 后面可以常来圆脸 直播间玩 各位假如想听 往前更多精彩的内容 欢迎净蜻蜓FM搜索波士顿圆脸 最新一期就是了 当然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